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多谢我公司 亦都要多谢两位在我职场上非常有分量的人 第一个是我的提名人李sir 李荣白先生 多谢他一直在工作上支持我 鼓励我 第二个要多谢的是我工地导师信哥 谢伟信先生 在他内心教导之下 我学到很多远超工作层面上的人生经验 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 令到我无论在工作上或者人生的道路上 都有重大进步 我有一个职场座右铭 业精于勤 方于稀 这句说话一直鼓励着我 令我知道只有努力加汗水才可以成功 勤奋和努力是成功的基础 所以我从来都很认真和内心地去工作 不会得过且过 龙仔在平日的工作过程中都充分表现出他对工作的热习 对机械维修的兴趣 我冲心希望龙仔将来可以继续在机械维修方面发展下去 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 加上工作经验可以双双提升他的技术 以龙仔的工作态度我相信他可以很快地独当一面 还可以将师傅教他的工艺教给他师弟 将良好的工艺承传下去 正所谓喝如液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公司希望龙仔继续保持对工作对机械维修方面的热情 继续为金门公司甚至业界作出一份努力 当机械需要紧急维修 很多时都会超时工作 又要去不同的地盘 但是龙仔都表现得很专业 从来不会介意工作地点的远近 只是想着有多一个学习的机会 他的积极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成 都令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 只有千随百年 先能成为好钢 获得结出学徒奖 除了是一个肯定 也是龙仔事业的一支强心针 是他成功之路的踏脚石 我希望龙仔继续谦虚学习 将来成为一个有技术 有经验 有承担的专业人士 在工地上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的工作热成 可以感染到身边的同事 大家一起做到最好 接下来我就快完成学徒培训 我希望可以继续进修 完成机械工程高级文行过程 做一个与时并进 出色的专业人士 我希望可以完成